台中一名一岁多的男童日前出现咳嗽流鼻水等感冒症状 经过检查后推断可能感染有因幼儿呼吸道杀手之称的呼吸道融合病毒 由于他的哥哥姐姐先前也感冒接受治疗 因此医师怀疑男童也是被传染 担心病情加重建议住院 幸好治疗后顺利出院 不过医师也提醒最近天气转换特别注意 光是一周就至少有三期以上的病例发生 医师仔细帮小朋友看诊 近期随着气温转量日夜温差大 因为呼吸道不舒服而看诊的病患也越来越多 日前台中一名一岁多的男童出现咳嗽流鼻水等感冒症状 医师检查后推断可能感染有因幼儿呼吸道杀手之称的呼吸道融合病毒 听诊以后发现他两边的肺部的失落因就是弹比较多 所以他当下就觉得说他可能有感染到呼吸道融合病毒 那我们帮他做个呼吸道融合病毒的快塞 然后确诊 由于男童的哥哥和姐姐先前也因为感冒发烧接受治疗 因此医师怀疑男童是被传染 担心病情加重建议住院 幸好治疗之后顺利出院 医师也表示呼吸道融合病毒若是没有及时治疗 严重会导致呼吸衰竭危及生命 尤其近期气温转量 光是一周至少就有三期以上病例 除了那个住院以外 我在门诊有帮他也有 差不多也有两个也都是呼吸道融合病毒 一般来讲呼吸道融合病毒 如果单就跟感冒病毒来讲 他的传染力 他的那个那个严重度 通常会比流感稍微高一点点 那当然所以有时候 我们有时候发烧的小朋友 我们当然是最近还是流感蛮流行的 我们都会验 医师强调呼吸道融合病毒传染力比流感高两倍 可以透过飞沫或近距离接触传染 尤其一岁以下的幼儿更容易得到 或是年长者也容易被感染 呼吁民众秋冬季节除了勤洗手 也别忘了戴好口罩 加强防疫措施 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接下来陈伯瀚台中采访不到